大家好,今天就一齊來了解一下廣西的山水河流和基本的地理喪失 廣西有山有水有平原,江河縱橫綿向北部灣 總體的話,山多水多平原都不是好笑 但是廣西絕大一部分的河流流向廣東,流經廣東重海 所以最近大家討論的月段平路運河顯得很重要 因為這些河一旦見證,廣西出海就很近很多 比南寧出海的話,就近500-600公里 廣西的水資源也很豐富,河流邊闊 其中有左江、右江、玉江、航水河、柳江、泥江、西江等等 其中水裂工程也非常多,其中桂平的大騰峽 水裂工程,規模來說,都是數一數二 現在大家看到的地形圖就是南寧的地形圖 南寧是一個盆地 北邊還有武名盆地,南邊還有蘇溪盆地 西邊還有譚樂平原 沒有連片幾多的直格至五六公里 南寧總體的平地沒有貴港北海那麼多 但是在廣西的話都可以 而且是一個南光號的城市也很不錯 大家左邊看到的是桂林的地形圖 平原 總體的平原就沒有南寧那麼多 但是桂林的山水很特別 世界上尖遠道很高的旅遊城市 柳洲和桂林的地形地貌都是差不多 平原就沒有那麼多,沒有那麼闊 但是山水很漂亮 不過紐洲都發展成為一個重工業的城市 就是知名度很高的工業 那紐光兩岸的山水真的很漂亮 而且水資源很豐富 光面很闊,比麗光要闊 不過它的知名度就沒有麗光那麼高 接下來就是洪水河邊的一個重要的城市 來賓市 來回平原的話,相對桂林紐洲的話要多 它跟南寧差不多 那目前桂林的大特牙工程基本上不建成 到時來賓熊水河的航運能力要提高很多 兩三千燈的貨船就可以直達廣東了 這個蕭級的水利工程對來賓來講 真的受益很大 那大家左邊看到的電影圖是桂港 桂港是廣西最大的片平原 從桂港到桂平,再到平南,桂大片都是平原的 加上旁邊還有廣西的四大平原之一 是檳陽平原的 所以它幾乎可以說是廣西平原最集中的一個片區 而且門前也有一條玉光經過的,一條大光經過的 但是玉林的話,唯一缺陷的話就沒有大光經過的 據說廣東就是吳洲 吳洲這個地方就是廣西基本上的河流 都是樓經樓到吳洲的,再樓經廣東出海的 所以它的水資源非常豐富 其實航運能力也都在廣西來講都是數一數二的 包括電影電話的缺陷在山多大山很多 基本上沒有什麼平原,平原是極少的 那現在一路向南來到北湖灣的海賓城市,北海市 北海是整個廣西最平坦的一個地級市 大部分都是平原的,周邊的職市都是比較小的幽靈 不過也是廣西總面積最少一個地級市 整個廣西我認為山區最多最密應該是河市 然後再來就是吳洲,白色 白色的話就是田東,田洋是平一點 周邊的現份就好山,好多大山 重造河洲山也好多,但在山間也有些少半地小平原 相對河市,吳洲要好些 不過廣西的鳳城港也有山很多 背靠十文大山,面向北湖灣的 廣西也有少少平原 北邊的一大平原也是山區的 那鳳城港旁邊的坎州市的平地就變得多了 因為在坎州市區一直延伸到寧山 一大坎江兩岸的平地都比較多 在坎江的宋職平原 好,本期視頻的話就分享到一些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拜拜 拜拜